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107篇 重复出现了四次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 带来深远的改变 使我们整个人换人一心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基督徒不是人人一样 我们思想 基督徒不是人人一样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 十三到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三到二十七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为了爱》 沙漫玫瑰 沙漫玫瑰 沐重爱恨 《为了爱》 我学习人来 《为了爱》 我懂得快说 《为了爱》 我走出生口 《为了爱》 我穿越风雨 《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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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七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犀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射弱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射弱尔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 聚个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 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人 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他 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 越发得着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七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以福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以福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经文说道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了和事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并且要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福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以福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了和事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将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福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基督徒不是人人一样 忧郁症的主因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的说 个人的气质 人终究是有不同类型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说 基督徒不在此线 新的主当然不再讲这一套 这是一个必须正式的问题 气质和心理 对我们的救恩固然没有丝毫影响 感谢神 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 不管我们是哪一种气质 得救的途径都是完全一样 都是靠着神的儿子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得救 姑且不论你是什么背景 剩下来是什么气质 都不会影响你的气温 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 深感光荣的一件事 就是在永生神的教会里 古往今来都充满了各式各样气质的人 气质对气温毫无影响 这是我必须强调的 不过我同样要强调气质 气质对于信徒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 没有什么比认识自己的气质更重要 我们虽然同为基督徒 却又各有不同 我们所面对的难处 大都源于气质不同所致 不错 我们为同一信仰打美好的仗 领受同一既温 我们主要的需求也都一样 但烦恼则各不相同 每个个案不同 每一个人也不同 针对人的难处时 若以为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 那就是最无意的想法 基督徒不是人人一样 神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基督徒不是人人一样 这个题目 气质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流露 美论都有不同的气质趋向 在开始强调优生学的年代 英国一位知名的女舞蹈家 写信给幽默的作家肖伯纳 在信里表示 如果两人结婚 在优生学上是件好事 她说 将来我们生的孩子 有您那样聪明 跟我这样的外貌 那将是多么美妙啊 没想到肖伯纳在回信里 却幽默地说 那万一这个孩子 只有我这样的外貌 跟你念了智慧 那就糟了 我们承受了不同的遗传 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里 受了不同的教育 有着不一样的气质 但神要我们生命 像他爱子耶稣基督那样 他要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品格 满有基督的形象 圣灵来要改变我们的气质 主借着他的灵 教我们转化成他的形象 过程可能很缓慢 但却是一直在持续 神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清教徒神学家 约翰·欧文说 当神设计拯救罪人的伟大工作时 他为人预备了两份礼物 他的儿子和他的灵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圣灵来要更新我们 使我们与世界有分别 今天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保罗说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随着心意的更新变化 一个被动的人能够变得主动了 急躁的人变得沉稳了 骄傲的人开始变得谦卑了 因为人心怎样思量 心理状态如何 他为人就怎样 我们从彼得跟约翰的身上 就看得出来他们的改变 蜀天的气质是旷野的产物 神要以色列人绕行旷野 是要建立他们的信心 神的路为何曲折 因为能把蜀他的人 带到最完美的境界 约伯记二三章第十节 约伯说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失恋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神可以在我们为自己需要开口 祈求以先 就满足我们一切所需 但神并不这么做 他要教导我们谦卑 而且适应我们 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 看看我们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神向着我们的意念 如同轮中套轮 他知道要怎么做 他的谋略奇妙 智慧广大 神接纳不完全的我们 以他大能和慈爱的双手 在我们身上加工 一步一步的将我魔造成 他心目中应有的样子 他按着心中的纯正 和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 是我们最终能达成 他的心愿跟目的 就是他能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摇将在转轮上看怎么好 就怎么做 在人的生活中 轮子就代表日常环境的运转 经常是单调的 平凡的 琐碎的 如常的 但神却在运转的过程中 成就他既定的心意 神怎样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仓 我们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我们只要存着谦卑柔顺的心 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 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 就没有过不去的事了 鼠邻的气质跟品格 都决定于我们对神的信实 是否有不动摇的认知 传道书八章一节 所罗门说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 使他脸上的暴力之气转消 东汉有首古诗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一个人不能肯定自己是为神所深爱的 就是常会忧虑 但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 圣灵光照我们思想 使我们潜移默化 渐渐的被改变 大卫说 一人多有苦难 许多时候 环境会带给我们压力 郁闷 委屈纠结 却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我们的公平名如正物 今天 生命中的每一个障碍 每一个烦恼 每件让人心痛的事 都是神安排的课程之一 神是这样训练我们 真言二十五章第四节 所罗门说 除去银子的渣子 其有银子出来 银将能以做器皿 苏那中得到主的言语 知道事情的解释 明白神怎么看一件事情 心中真是欢喜快乐 当我知道自己属于何方 要往何处去 活在神的同在中 领受神所赐的力量和安慰 就能够在困境中常常喜乐 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 会毫无隐藏的刻画在他脸上 私体反的面貌 能够如同天使般的面貌 必然是常常与主相交 甚至认识主的结果 主是随着我们的灵盘时 大卫说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主借着他的灵改变我们的容貌 更新我们的气质 一天一天将我们转化成他自己的形象 他的话 是我们心里常抱乐观 常怀希望 当我们在光明中与主相交 更深的认识他 渐渐的就能够在每一件事上 彰显他的性情 保罗说 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神的恩典够用 他不知浩瀚的星空 也管理人间一些发生的事情 凡神所需可 临到我们身上的事 都是他认为在永恒中有价值的 因此 只管安心的将自己灵魂 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只管在患难之日求告神 并一心为善 知道神的旨欲成就 独一全知的神 他绝不误实也绝不误实 诗篇110篇第三节 诗人说 当你掌军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弥加十五章七节又提到 雅各余生的人 必在多国的民中 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 又如甘林降在草上 清晨是甘露之母 清晨露水如同金银的珍珠 给大地带来一番清新的景象 今天 神要使用被改编的我们 来更新这个世界 使万民因我们蒙福 主在仇敌中掌权 使挟制我们的仇敌 不能再向我们夸胜 亚伯拉罕勇敢起来的时候 能够杀贝诸王 马可的气质改变的时候 恐惧就不能再挟制他 他成了保罗晚年的好同工 彼得气质改变以后 就能变得当下能顺服 并且不心急发言 而是想起主的话 从不能敬行祷告到多多祷告 时时警醒 约翰从性如烈火到充满从主来的爱心 成为爱的使徒 一切都是出于神 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是的 若非众光之父的协助 就没有一件美事能在任何地方做成 我们都是圣殿里的活石 是按建工的样式被塑造 被连接成为神的殿 彼得前说二章五节 彼得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孔子在他书里写道 上天所给予人的未经污染的气质 叫做天性 依照本性去做的事叫做道 知道天理才能尽己之性 但问题来了 我们从哪里知道天理呢 只有从创造人的神的启示才能得知 感谢神天人合一的境界 就在耶稣对父所说的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这句话里实现了 耶稣要世人知道天父爱我们 一如爱他一样 他要诚心在我们心里 弟兄姐妹 你要认识自己的气质 知道自己可能在哪里失败 小的魔鬼会在哪里筛你 以利亚是像烈火一般大有能力的先知 但在他身体疲弱的时候 也会陷入灵性的低潮 软弱到跟神求死 摩西因为会众在米利巴水那里惹动了他的灵 结果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这也是都成为我们的见解 晓得神造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不同的外貌 也有不一样的气质 巴拿巴的气质跟保罗就不一样 巴拿巴看重跟人的关系 是人们赞许的劝慰子 但也因为过于看重跟人的关系 深怕得罪人 而在非真理面前妥协 随火装甲 保罗看重事工 但却留下了最美的爱讯 不要比较 而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跟神的充足 不要因为一时软弱就自暴自弃 要多多仰望神 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 只有那些小的控制他们的缺点 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 才是强者 针对从人来的难处时 要考量到彼此的气质 不要以为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 神在每个圣徒身上都有独特的工作 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彼得问父母的主 主啊 约翰将来如何 耶稣对彼得说 与你何干 你跟踪我吧 神需要各种气质的人 出来为他工作 而神要怎样改变一个人 怎样使用一个人 那是他的智慧 我们只管顺服 只管跟踪主 效法他 把自己的气质交在主的手里 让主强化我们气质中的优点 弱化我们气质里的短处 使我们能更好地成为彼此的祝福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充满我》 我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灵可慕你 我却任欠给你 一圈心赞美你 举双手 举双手敬拜你 深深说 我爱你 我的身 我的主 我渴望 亲近你 充满我 搅满我 是我灵的满意 充满我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自然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 我一生 我一世 属于你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灵可慕你 我却任欠给你 一圈心 赞美你 举双手 敬拜你 深深说 我爱你 我的身 我的主 我渴望 请敬你 求满我 我照顾我 我照顾我 愿你的作为 向你仆人显现 你要改变人生命的大能 愿我们一生 风风复复地认识你 经历你 主啊 你不要我们活在任性里 因为不留意自己弃责的弱点 一生受了亏损 你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跟行为模式 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 跟知识上长进 使我们像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样 一举一动更加像你 我也正处在灵性低潮的肢体 仰望你 可能因为身上的疾病 或者过度疲累 或者太过敏感 他们消沉下来了 但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帮助他们不灰心不丧胆 不消极也不悲观 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刚强起来 你是全能的神 我们单单仰望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钟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唱 meeting 野和花是我牧者 我弊不知缺乏 牂是我窋我在青草的上 令我在溪水旁 祂是我的零蘇星 引導我走一路 朱葉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雖然情過思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為祢與我同在同行 祢長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為我白色演戲 雖然情過思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